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來跟大家聊聊 不同膚色的夫妻會生出什麼膚色的小孩呢 之前有人問過我 黑人和白人生出來的小孩是不是灰色的 你他媽是白痴啊 你這輩子有看過灰色皮膚的人嗎 下意來說這個世界上只有三個種族 就是黑人 Negroid 白人 Caucasian 還有黃種人 Mongolia這三種 至於其他種族 像是東南亞、中東 或是中南美洲國家的人種 其實都是經由幾百年 甚至幾千年的混種而來的 首先回答觀眾的第一個問題 黑人跟白人會生出什麼樣的小孩呢 很多人其實不知道 美國的前總統歐巴馬就是黑白混血 他的爸爸是非洲人 媽媽是白人 所以你會發現他其實沒那麼黑 美國女星荷莉貝瑞其實也是黑白混血 而且一樣爸爸黑人媽媽是白人 但是黑人跟白人不一定只生得出黑娃娃哦 比如說《玩命關頭》裡的馮迪索、馮老大 還有前洋雞隊的隊長Derek Jeter 他們的爸爸其實都是黑人 美國的天王級歌后瑪莉亞凱莉 他的皮膚也偏白 但是他其實也是黑白混血兒哦 那如果是黑人配上黃種人呢 答案就會變成老虎姿 老虎姿就是黑黃混血兒 他的爸爸是黑人 而媽媽是中泰混血兒 至於我們黃種人配上白人 會生出什麼樣的小孩呢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李小龍的兒子李國豪Brandon Lee 還有他的女兒李湘寧Shenan Lee 美國好萊塢也有一位黃白混血兒 就是Maggie Q 他的爸爸是白人 而媽媽則是越南人 其他你一定聽過的混血名人 還有巨石強森 他的爸爸是黑白混血 媽媽則是來自南太平洋小島的薩摩亞人 還有好萊塢的天后 還有安傑琳娜球莉 他除了擁有美國原住民血統之外 還有德國血統 斯洛伐克血統 荷蘭血統 法國血統 還有加拿大血統 還真的是名副其實的雜種 最後一個要講的就是 姬哥姬努李維 他也是擁有多國血統的名人之一 擁有英國血統 中國血統 美國血統 還有葡萄牙血統 更特別的是 他是一個在李巴嫩出生的 加拿大公民 同時也擁有英國國籍 雖然不是美國公民 但是卻持著居留證 常年在美國工作 堪稱是好萊塢身份裡面 最特別的男明星了 這次的一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歐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歐的世界實地文化不負責講座系列 我們下次見